前几天还有人吐槽 今年芒果台没有重播还珠哥哥 因为把赵薇跟苏友朋都请到中餐厅了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还珠哥哥又又又开播了 这已经数不清是被重播的第几遍了 总是在二十年之前播完还珠之后 几乎每年都会播几遍 之前因为穷瑶与芒果台交付 所以有几年是没有重播的 但是之后关系恢复 重播继续 让人惊讶的是 其实大家已经看过无数遍 也重播了无数遍 但是依然没有什么电视剧 能阻挡还珠哥哥的步伐 同时收视率什么的拿个第一 简直是一如反掌 真不愧是中国第一神剧啊 苏友朋今天也搞笑的吐槽道 变杂变杂 我是蛙哥 华马又回来了 之后还配了一个痛哭的表情 赵薇第一时间看到后 评论了哈哈哈哈三个字 同时大家的还珠表情包同步上线 画风简直不要太美 何老师也是无力吐槽 对苏友朋满满恶意 哈哈哈哈 我偶像想转型 问问暑假答不答应 确实啊 每次一到暑假还珠就重播一次 苏友朋的造型完全刻入人心了好吗 中餐厅官微紧随其后也发来贺点 不过虽然一直在重播 剧情也没有改变 但是现在大家再看到剧中的正面角色跟反派人物 还是当年的心情跟想法吗 娱乐老中医再见到皇后 跟容嬷嬷不知道为什么 多了几分的亲切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